洞察金融市场 分享理性认知 大家好 欢迎来到Rizzer投资说 我是你们老朋友Rizzer 上一期我们讲到到底什么是外资 外资到底有哪些持仓特点和持仓风格 然后外资主要是由北向资金 也就是说通过沪深港股通 进来的香港的一些资金 以及我们说的QFII 作为专业的境外机构投资者进来的资金 这个资金规模比较小 而港资的规模比较大 这两种资金主要构成了我们现在说的外资 而我们今天要谈论的是 外资的持股做一个简介 他们持股排名 按照市值来排名 以及按照持仓占领来排名 这两个排名的股票的简介 来分析一下 他们到底有哪些选股逻辑 有哪些投资逻辑 好我们来看一看 这是同花顺的数据 同花顺的数据 我们先按持股市值来排名 我们之前说过贵州茅台 美帝这些股票 我们后来做一个表格出来 然后按总顾的排名 就是说占比 对吧 他会买个上限 如果要是到30的话 这个证监会会警告 说你不要再买了 然后现在还没有到 但是已经有警告过了 这些公司都已经警告过了 然后占比排名 还认为他看好这个股票 好我们看看表格 好 这个表格是我自己 根据那些数据来制作一个表格 所以大家如果认可我的话 继续给我留言点赞 都说订阅我 如果想要这个表格数据的 可以通过这个视频 加我微信 然后我到微信 发给你这些表格 表格可以作为一个投资研究 或者说你作为一个 专业的论文 可以用这个数据来看一看 作为一个学习参考 好我们来讲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是按照持仓市值来排名 就是说外资的持仓市值 前20名的股票 就是他们在我们中国 买的最多的持仓最重的 前20只股票 是哪20只呢 这边20只 而这个表格代表着 外资在我们中国持仓百分比 占比最高的前20只股票 就是他们买的股票 比例最高的前20只股票 也是比较看好的前20只股票 好我们先来看一看 这个 就是花的钱最多的 这个持仓市值代表他们花的钱 买这些股票 这是花了1000多亿 买贵中茅台 而持仓占比代表着 他们占整个公司股票的百分比例 越高呢 代表他们越认可这家公司 股票行业 代表这家公司到底是干嘛的 外资的持仓一个行业偏好 可以做一个分析 总市值代表着 这个公司到底有多大的体量 对吧 像茅台就18000亿 很大的一个公司体量 为什么用ROE来做这个统计呢 ROE就是净资产收益率 我这里是用一个贪薄的经济收据 比较严苛的一个数据 ROE代表着 这个上市公司的赚钱能力 盈利能力 我们用连续三到五年的一个ROE 这里用三年 三到五年的ROE来看一看 上市公司到底是怎么样赚钱的 或者说他们的赚钱能力到底强不强 其实长期来看呢 你持有一家上市公司股票的年化收益率 约等于他每年的平均ROE的值 也就是说 你持有这只股票的话 每一年大概就收益20% 非常高了 你做银行理财也就5% 对吧 你买余额宝1%2 可能一年赚10%点就很厉害了 你想想 赤亿大公司 你能长期来看每一年20% 非常高一个收益率 所以ROE我觉得是非常具有一个参考性的 我们先用这个数据来做一个参考指标 还有就是股息率 股息率代表着上市公司的分红情况 他们股息率越高 就对于长期股东来说越友好 其实外国的股票 很多都是靠股息的分红来赚钱的 不像中国都是炒作炒估值 赚差价 其实中国现在也证监会开始鼓励 就是说让一些上市公司多多分红 不要做铁公鸡 其实现在这两年已经好多了 很多公司开始分红了 现在在我们中国 三天这只股票来说的话 分红率大一一的股票公司很少 所以发现外资还是挺爱买这些股息率比较高的股票的 每年一个点的分红 不多也不少 但是确实也不错 还可以证明这个公司对股东还是不错的 比较友好的 好 我们来一个看一看 贵州毛财 我这里就不动多说了 第一白酒 每一团大家都知道 做家电的 恒瑞医药 是做血制品 化学制药的 一上公司 也是我们龙头了 五粮业 家喻户晓 做白酒的 中国平安 做保险的 当然其他有很多其他的金融业务 是我们中国最大的金融集团了 隔离电器 做空调的 龙头 中国国旅 这里我要特地提一下 大家不要以为它是一支旅游的股票 这支股票呢 其实他的旗下的公司叫中国免税 免税店 发现在北京的机场啊 上海机场啊 海南机场啊 这些机场开的那些免税店 都是他去开的 而他其实主要是靠 消费这个行业来赚钱 就是说女生啊 或者是买一些奢侈品啊 化妆品啊 都从这个中国日上免税店去买这个化妆品 所以他其实是一支消费股 然后赚上银行啊 不用说了银行嘛 海天国业啊 酱油 老抽 生抽 对吧 都是这个调调调品的 长江电力啊 主要是依靠这个发电 三千大坝 发电来赚来赚钱的 然后海浪水泥 是作为一支水泥的建材上市公司啊 基建嘛 盖房子都需要水泥的 一粒股份啊 家与户晓 大家都喝的奶嘛 牛奶 平安银行啊 也是一支银行股 它也属于这个平安旗下的 低讯精密 是一支做智能硬件制造的一个厂商 主要是给苹果呀 电脑啊 这些手机电脑 做一个智能零部件的一个厂商 卖瑞医疗 是一个医疗服务股票 主要是做一些医疗器权 海康威视 这个也其实家里户晓 做一些摄像头 随处可见的这个摄像头啊 在中国这个天网系统 就是它的功劳 做专门卖摄像头的 啊 耀明康德也是做一个医药的公司 上海机场啊 就是上海机场嘛 普通洪桥这些机场 就是它做一个基建啊 公共交通运输的一个企业 宁德时代啊 这个跟特斯拉强相关啊 做三元里电池的 三亿重工 做挖掘机的 大家都知道什么 徐工重工 也是做挖掘机的啊 跟我们基建强相关 好 这公司大家要看一看啊 呃 其实各自可以去参考一下 我们现在说呢 就是说 比较一下整体的平均值 发现 外资的整体持仓 平均值大概是 啊 300亿 这样的水平 持仓价比呢 大概8% 一个平均值 这不重要 关键看什么呢 他们整体来看 外资偏向于持仓 大盘股啊 其实股票 平均值发现 4000多亿这个市值啊 在我们中国4000亿市值 非常大 非常大的大盘股 外资还是偏向于 持仓大盘股的 再看ROE 平均值 发现这么多股票的平均值 ROE是20% 也就是说 你确定这股票 每年能赚 20%的收益率 很高很高很高了啊 非常可怕 然后看股息率 每年啊 1.42 1.77 这样一个百分比 也很高 也就是说 你每年加上股息 再加上这个收益率的话 每年能够 赚21%到22 这样一个收益率 我觉得对于 普通投资来 非常非常可观了 发现外资呢 其实偏向于普遍啊 要买ROE比较高的 精彩率率比较高的 一个股票 还有就是买一些 股息率比较高的股票 他们持仓风格 比较稳健 全国逻辑呢 都是选一些 赚钱能力比较强的 愿意分红的上市公司 而且呢 行业偏向于 消费和制造 这里其实不明显 我们来看看这个 第二个表格 第二表格代表什么呢 就是持仓占比 来排名的上市公司 这个 往往这个表格里的 上市公司啊 市值比较小 他们可能偏向于 成长股一些 而且呢这些股票 这个代码里发现 其实创业版和中小版的股票 偏多一些 证明外资还是会配一些 成长股的 来看看股票吧 第一个索菲亚 做家具的 就是定制家居 跟那些欧派家居啊 上品财配啊 大家应该都听过吧 这个也是消费行业的 华策检测是做食品检测的 这个可能听得比较少 生物股份也是做生物医药的 泰克医药也是医药的 往往我对于医药股啊 其实不是很了解 所以我也不敢乱说 证券 其实这个股票比较特殊 我们这里不做分析啊 它是金融行业的 然后美力集团 刚刚说过了 核地烟气也说过了 老板烟气呢 是做这个抽烟机啊 燃气灶啊 这大家也知道啊 就是厨房用品这些东西 启明星辰是做一家 网络安全的软件公司啊 属于科技公司 而且是国企 哎是不是国企 我忘了 应该不是国企 应该不是国企 反正这样的公司还可以 然后安器酵母是做酵母的 什么叫酵母呢 就是说你 做那些面包啊 都是 或是你做馒头 都需要酵母 对不对 这是一个 甜味剂 或者是说一种 就是说 负 食品的附加品的一个行业 但是它确实是 有需求的 很大需求的 敌烟诊断是做医疗服务的 刚刚说过中国旅的 其实是做一家 这个消费公司的 主要是卖 就是免税商店 这样一个东西 终于高新 其实它也是一个 调味品公司 然后上海机场 刚刚说过了 东方雨红 我们之前也讲过 是一个做防水材料的 建材公司 然后 一丰药房 是做连锁药店的 全国都有 大家都知道 一丰大药房 汇川技术 是做 私服 变频器 什么 智能设备 主要是跟机器人有关系的 一个智能硬件公司 然后 一粒股份 和哪个 大家都知道 刚刚也讲过了 广联达 是一家 云服务 云计算公司 是科技的 软件公司 在我们中国 还是比较稀缺的 一个资源 而且这家公司 还可以 目前估值 就比较高了 好 发现 这些股票里 平均值变低了 就是外资的 食堂市值变低了 但是 总市值 也不低 1000亿这样一个总市值 证明 外资虽然就买成长股 他还买的市值 还是比较高的 这里的ROE 发现普遍比 刚刚低了一个档次 18%到实际这样 也不低 一年年化 18%也不低了 股息率也低一些 为什么呢 其实这些都 股票偏运形于成长风格 所以他们整体值 会偏运低一些 而刚刚那些主管的股票 整体他们更加稳健 更加成熟 所以他们的ROE 和股息率比较高 好 我们对比完之后 我们做一个总结 就是发现 这些甭管是外资持仓 市值占比高的 还是说外资持仓 百分比占比高的 这些股票 其实外资都非常看好 他们看好了 为什么看好这些股票呢 我们通过ROE和股息率 他们这些市值行业 来表现 来分析一下 这是做一个总结 我们第一点 就是怎么样跟着外资 去买股票 怎么样跟着外资的 这种投资思路去选股呢 就是第一点 你要选三到五年 其他的平均ROE 就是平均的净资产 收益率最好要大于百分之十五的 证明什么 证明这个企业的赚钱能力够强 它的平均年外收益够高 给你赚很高的收益 你除非买这只股票 对不对 第二点是什么 就是这三年来 这的股息率 最好是大远之一的 很少 这个不要强求 成长股很多都不到这个数值的 但是呢 大远之一这么非常好 为什么给你分红啊 对吧 每年白给你一个点 不开心吗 这种人 他对于股东非常的友好 第三点是 我们能以消费和制造行业 可以为主义的投资 因为外资主要是买这些行业的 这些行业呢 持有性比较强 消费非常强 刚需嘛 然后他们的赚钱能力比较硬 第四点是 总市值不要小100亿 你发现 这些公司没有一只股票 它的总市值是小100亿的 不可能的 200亿都没有 你看总市值最低的是索贝亚 206亿 发现没有总市值小100亿的 所以大家不要去看小盘股了 我之前讲过就是 小盘股其实很多坑 所以千万不要投资小盘股 他们的难度非常的高 你不如去买那些大棱股 天天持股息不好吗 不香吗 对不对 第五点 我们看看就是跟着外资买吗 外资的持仓降比最好待到17 外资的持仓总市值 大约20亿 这是我的一个逻辑 大家可以去跟着参考 其实没有必要强求这个东西 主要就是跟着外资买吗 第六点就是说 最好有多家QFI持股 就是说有多家专业的境外投资机构 来去买这个股票 证明什么 证明他们一致看好这个股票 所以我们要站队 站在最专业的投资者那一边 所以就安全了 比如说 他美利集团 他的股东 前十大股东里 有几家外资 这个港字我就不算 第一家 加拿大 这是加拿大一致外资 还有这个 这也是个外资 还有这个 UBS 就刚刚讲的瑞士银行 这都是外资 发现美利集团还是被两家以上的这个外资看好的 包括说索菲亚 索菲亚被GIC private limit 这个是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 新加坡的 这个是浓微的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发现他也是被两家以上的这个外资看好 QFI专业的投资者都看好这个股票 这是站队的问题 所以我们根据这些逻辑来判断 要不要买这只股票 或者说怎么样按照这些逻辑去选股 选择股票一定不会差 可以长期投资 好 最后我们说一下 就是我们上期埋的坑 就是简单介绍一下这几家QFI 我给大家就看一看 举个例子 看看逻辑就可以了 比如说就按索菲亚这只股票来看 看这个GIC private limit 这个就是新加坡政府投资的有限公司 然后看他点击查看 这有一个他的历史持股 也就是他从18年开始买索菲亚这只股票 中间有一些波动 但是整体来说还是一直长期看好的 一直持仓 那所有持得股 只有股票 这里看上到他 所有的买的A股都在里面了 发现持仓比较分散 大家可以通过股东研究去看一看 这些外资到底是如何去买股票的 如何去投资股票的 还有挪威央行 点击他看 发现他是16年买了 拿了4年 然后2020年又加仓了 索菲亚 其实很多股票 比较分散 这里不再多说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 这个股东研究 好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留言点赞 我会继续坚持 分享关于中国A股 以及区块链比特币投资的 干货内容 记得留言给我点赞 谢谢大家 我会一直陪伴你们 不离不弃 拜拜 拜拜